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澳洲職業聯賽副加賽準決賽次回合週六下午繼續進行 到時麥爾本勝利將會交手西暴聯 聯同首回合在內 麥爾本勝利最近6場比賽5勝1和保持不敗 體好狀態不足的距離今仗能完成對西暴聯的傷殺 另外M直播會有本場賽事的現場直播 麥爾本勝利今季26輪戰敗 僅1分之差屈居次子 當中表現出色離不開防守方面的發揮 因為他們今季26輪聯賽交出0.96個昆長失球數 是12隊中唯一一支昆長失球數在一球以下 坐擁安迪亞哥斯天奴和馬高羅喳士的進高 雖則不是數一數二 仍能交出昆長1.62球的較好成績單 上述兩人同樣是最近的比賽中有入球爪幕 需要指出 麥爾本勝利的入球出道較為之快 他們最近6場不敗的比賽中 多達4場能在上半場取得入球 其中有3場能取得領先並優勢保持到最後 更為有利的是 麥爾本勝利主席普波域面對西暴聯主席 阿萊斯時顯得十分有心得 雙方則較生涯一共有個十八次交手 普波域錄得十勝四和四負的不足戰績 感冒而大大增加了球隊獲勝入決賽的信心 陣容方面前鋒羅比古斯恩相缺陣 而西暴聯今季有些高開低手的意味 畢竟他們頭15輪聯賽取勝10場 而最後11輪之中緊贏下3場 因此最終26輪過後能取得45個積分 全靠他們在上半場的累積 1.54比1.15的崑牆得失球比 西暴聯是沒有麥爾本勝利出色 因此工防上他們可能會收到麥爾本勝利較為大的限制 論近況西暴聯就更加糟糕 他們最近5場賽事僅有一勝 其餘一和三苦 當中進攻方面範力有兩場零入球 有趣的是 西暴聯似乎同樣是一支喜歡搶開局的球隊 即使更放心又 他們最近6場球當中從未試過半場落後 不過整體來說 已經連續5次和麥爾本勝利的交手 未能佔得上風的距離 確實難以在次回合完成翻盤好戲 陣容方面 中場迪亞文迪因相倦近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影片 訂閱 短chain 管理